其实婴儿的感冒和成人的感冒症状是差不了太多的 那么一般感冒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鼻塞 流鼻涕 打喷嚏 发热 那么再往下发展它就可能出现咳嗽 是吧 出现这些问题 那么有时候很难区别 有的人呢搞不清楚这是感冒还是肺炎 那么我们需要跟肺炎进行一些鉴别 小婴儿的那个感冒的话 它往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他的家人往往有人感冒 家里有任何一个人感冒 这个孩子的感染率就非常高 基本上他会百分之九十几都会相应的感冒 这就是说从你的病史里面你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他有时候感冒发展的过程中间 他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呛奶不是吐奶 我们经常在门诊有的家长把吐奶 只要孩子一吐奶他就跑来说是肺炎 这个不是一致的 这个呛奶是什么意思 就是孩子一喝奶的时候 他就呛咳 然后甚至呢就呛到鼻腔里面 有这些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鼻塞的时候 他通气不足 在喝进去奶了以后 他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问题 有时候家长呢 就是孩子有一次呛奶 或者一次吐奶 他就抱来说要看肺炎 这个也不完全一致的 一般来说 如果他真的是感冒了 或者往肺炎发展了 他是频繁的出现这种 不停的呛 一味就呛 鼻塞特别严重 或者还有就是吐泡泡 呼吸到出现不唱的情况 然后从嘴里面频繁的吐泡泡 有时候我们在孩子吃完奶以后 偶尔吐一下泡泡 那吃完奶过段时间 他自己又好了 这种不是肺炎的表现 但是家长经常会把这种情况 就认为是肺炎 包来就诊 这是不对的 感谢观看